下課花露米寶米哥 花露米去哪裡 你知道新北市的野柳有哪裡好好玩嗎 新北市的好好玩之一 就在野柳的寶安宮 野柳這邊可能跟其他的漁港不大一樣 人家都是信奉拜天后宮 拜媽祖的 但是野柳這邊特別就是信奉 開張聖王 所以是寶安宮對不對 早年因為野柳的海域暗礁多 航線很危險 鮮明渡海來台的時候 經常在這裡發生船難 造成人民傷亡 因此祈求神力來洗盡晦氣 保護來往船隻的平安 每年元宵節都會在這邊 舉行禁港的儀式 老師你看這邊陣仗好大 神家這邊排了一排 而且好幾仙的神像 這裡面陣容大概有哪些神明 它裡面有開張聖王 還有媽祖 土地公 做仓爺 三太子 而這邊呢 就是用紅布條把它綁住啊 目的就是希望 在待會的禁港儀式當中呢 神明們都可以安坐在神教裡面 不會出任何的差錯 聽到沒有 剛來先安隔 安隔後 所以出在外面再生 來來來來 跳這個扛繩叫跳海 有沒有什麼技巧啊 其實它這個講起來 如果說簡單的話就是 每一個人往外跳 就不會危險 那前面跟後面有沒有要注意 怎麼說呢 說實在的 前面還是比後面的選擇 怎麼說 因為前面的話 你如果跳不好的話 那個轎子會插到 啊